这个少年到底是有多奇怪 他只凭想象便击败了所有的顶级剑客 可身体瘦弱的他从未得到过同伴的认可 只因在与人对决中 他经常将认输挂在了嘴边 在这个充满了武士精神的国度里 所有的人都对他表示极度的不屑 但好在少年天生心性平和 从未将此事挂在心上 直到有一天 一只兔子从他的面前经过 就在此刻 少年突然开始领悟大自然的力量 他发现在动物的一举一动中 竟蕴藏着至圣的关键 就这样一场奇特的修行就此开启 这一晃半年 少年再次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而那瘦弱的身躯也早已退去 这让所有的人都好奇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出于好奇 武士竟突然向他出手 可仅仅一个照面便跪地求饶 事情发生突然 众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在场的众人之中 也只有一位老者看出少年的强烈的建议 而少年的一句 在我的脑海中早已将你击败 更是让老者觉得匪夷所思 出于好奇 老者拜访了少年 当踏入了少年的房间 早已双目失明多年的他 竟看到了有生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一幕 这个少年到底是有多可恨 他到处挑战当时的顶级剑客 可但凡剑一出窍 他立刻躺在地上认输 而且还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很好奇 他为何能活到现在 没有被活活打死 其实少年这样做另有目的 他只想与高手交战 从不断的失败中寻找着破敌的答案 回去之后 他甚至能在脑海中模拟出上万次 与高手决斗的可能性 直至在脑海中将对方全部的击败 这种执念 即使是双目失明的人 也能够感受得到 就在刚刚 他那强烈的剑衣 竟然让双目失明的老者大惊失色 这墙上一道道的剑痕 就是少年在脑海中击败的一个个的高手 甚至连老者自己也在起恋 少年并未因此而感到满足 默默无闻的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 终于有一天 在一个瀑布之下 他竟然领悟了只属于自己的最强杀招 至此 少年翻山越岭 终于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对手 公本五脏 而说起公本五脏 可是当时最强的剑客 少年使出的最强杀招 让他震惊不已 但两人交手数个回合 少年非常的清楚自己 毫无胜算 他本可以继续认输 保住自己的性命 但是这一次 他却违背了自己的原则 终究激情盖过了理性 他冲了上去 付出的代价则是自己的生命 这令人敬佩的武士精神 也让所有的人彻底记住了他的名字 左左目 小次郎和造化弄人 他临终前绝对想不到 几百年后 他竟重回人间 并且还肩负了整个人类的命运